CMRR 3.0 今天跟各位介紹 晶陽科技最新的CMRR 3.0這個產品 這個是主要在測各標準裡面的CMRR 我們已經把蓄耀產生器 還有電壓量測的一些線路做在裡面 所以一個單機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你看這個是CMRR 3.0 它的主要的功能全部都在LCD的面板上面 所有的設定都由這兩個開關來控制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像這個標準 我們選的標準是Mailing 我們可以把我們今天的例子 我們先用支握這25的例子 還有支握這27、47 我們今天用25的例子 選到25的時候,你看電壓是25 頻率也可以選50或60、20 我們這邊選60、20 現在我們所有的主抗 就是51K的主抗 是沒有加的 是NUM的 所以是一個平衡測試 因此 這個晶電圖機接上來的時候 它就是 就直接可以測平衡測試 當然我們在沒有接之前 這個VC值要先調整 調整到剛好是20V的一半是10V 剛才我們已經調過了 調整的方式 用這個初調和微調的這個開關來調整 調到10V 所以現在接上來以後 電壓會降一些 因為這個電極線裡面本身有電容值 所以就會把電壓拉下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測試 所以這第一個是一個平衡測試 各位可以看到它測試的這個60、20的區塊很小 很小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環境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設置的是一個金屬板在下面 然後把CMR3.0的D 還有ECG的D 都接在這個金屬板上面 因此現在所有的環境的雜訊 它的能量都散到這個金屬板上面 因此你在這上面看到的環境單導 就會變得很小 那當然金屬板越大的話 它蓄熱的能量越多 這個雜訊就會越小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的平衡測試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不平衡測試 不平衡測試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操作 CMR3的操作 把這個點操作在平衡不平衡的測試上面 所以我現在選一個 就是impedence with RA 就是把51K加在RA上 其他的都還是不加的 因此就是一個不平衡測試 所以你可以同時看到 這個D1跟D2就開始出來 60-20的訊號在上面 那這60-20按照標準的話 是不能超過1mm的 就10mm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個現在還在10mm裡面 所以它是符合標準的 所以整個測試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在下一個步驟 我們就要選DC voltage 就是把RA加上正300mm 所以正300mm加上去以後 等到它穩定下來之後 我們再去量一次 那也一樣是不能超過1mm的 所以整個測試大概是這樣子 那RA完了 再選LA、LL、VE到V6 就直接在上面選擇就可以測試了 所以整個測試的條件 就這樣很容易的可以把它完成 就不必另外再去調訊號產生器 產用電錶之類的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介面 透過USB這個介面就可以來控制它 所以我們現在把USB的訊號 接在這個ROBOX上面 那這邊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這邊就可以選擇 像譬如我現在選2-27 我按一個set 它就回到2-27 這邊也跟著變成2-27 所以所有的操作 都可以在這個軟體上直接操作 那另外呢 這個軟體上我們還寫了一個assistance 這個assistance就包含了 包含了 2-25、27、47、07、YY、07、82 四個YY的標準 然後17、11、13個標準 還有IEC、2-26 26就是腦電圖第一級的標準 那這個測試呢 像這個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的同時呢 我們可以有一個測試的程序 也在上面會顯示 所以下一步這邊就跟著做來 然後自動測試呢 包含手動跟自動的兩個 我們看一下手動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測試呢 它是直接按一個run的話 它就可以開始 按照我們剛才那個步驟 就是先run 再ra 再加增300 再-300 然後一直往下就可以測完 所以這個所有的步驟都寫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按一個下一步驟 它就跟著下一步驟 下一步就跟著下一步驟 一直往下做 做到結束 所以這個所有的輔助 標準的輔助 我們都已經把它寫好 所有的步驟都寫在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自動的 在裡面執行它們的一個步驟 OK 簡單給各位介紹